视频全线电话 月月 能听到说话吗 你那边怎么那么黑啊 不好 妈妈的视频通话 什么情况 baby 是我妈妈 你先躲一下 就这么把我暗地上了 妈的 妈妈 我刚看见 今晚九点你回家一趟 妈妈给你准备了相亲晚宴 各家的小姐都会过来 妈 我 我今晚还有患者 月月 你就别找借口了 每次都是这样的理由 你要多接触人 才能遇见你喜欢的姑娘 今晚已经都安排好了 你就回来 当陪着妈妈吃饭了 好 我晚点过去 好 你忙完就过来 这家伙 这么多年过去了 欧夫人还是那么老派 不过 我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潜入欧府 安排每位小姐在入席前 都去我们的SPA馆 沐浴护肤 少爷难得回家 要把房间的所有地方 都打扫干净 是 少爷的亲肤敏感症 不能让这些小姐知道 晚宴结束后 安排小姐们去小花园 和少爷做惯例的牵手游戏 欧月的这个病症 主要源于她内心的恐惧 而引发的机体敏感 想要根治 还需要从根上去解决 有具体的医治办法吗 心理问题引发的疾病 非常需要患者的配合 一是找到她内心的恐惧点 二是最好她能遇到 愿意与其接触 且不过敏的人 月月她很排斥治疗 其实只要能找到 欧月触碰后 没有引发她过敏的人 她的病症就可以被治好 只要找到 可以让月月 不过敏的姑娘 月月的病 才有可能被治好 一定会找到的 夫人 怎么了 乖宝宝被妈妈搞抑郁了 我真的不想去晚宴 但我也不能直接告诉妈妈 我对女人没兴趣 我真的不想欺骗她 但她如果知道我的喜好 一定很难接受 有时候 谎言其实可以避免伤害 你最重要的人 振作起来 今晚我陪你过去 可是 我该怎么介绍你 理你管家的身份如何 这边 我真的不习惯见这么多人 有我在 一有机会 我就带你离开 你妈妈来了 月月 这位是 这是我的管家 阿希 欧夫人 您好 辛苦你了 照顾月月 照顾欧月少爷 是我的职责 我们先进去吧 总感觉 这个人在哪里见过